就是一直都是在做娱乐主播 就跟别人在一起聊聊天 然后跟其他主播在一起连线连线 然后最近几天有事在做直播带货 衣服服装这样的 男装这一块 孟先生说自己主要工作是婚姓私仪 这个抖音账号注册快一年了 也算是个爱好 已经积累了两万多的粉丝 另外通过粉丝打赏 账号下面目前有价值近三万块钱的音浪 7月29号 然后我大概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 正好我看手机 然后上面就显示的话是此账号已封 然后我就打这个客服电话 他们说就是以这个申诉结果为准 然后我就赶紧去申诉了 申诉之后呢 申诉之后也是申诉不成功 平台提示申诉无效 说是未能通过审核 违规原因一栏则是空白 就是申诉失败嘛 但是还是没有给理由给封禁的理由 那你自己回想一下 自己整个下来有没有做过违规啊 或者什么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我最近的一次直播的话 是7月28号晚上 那如果要是真有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当时要么就是给提示 或者是就直接当时就会被封号 那不至于到了第二天下午 两点钟才开始封号 那28号那天晚上 那天就最后一次直播 你是什么内容 我是分为两种 就是大概10点钟之前 都是在卖衣服 然后10点半之后到11点钟 11点钟之后的话 都是以这个娱乐 跟别人聊天 连线 跟其他主播连线为主 孟先生表示 如果自己真有什么地方 做的不对 违反了公约 他希望抖音平台能明确告知 并能给他一个机会 记者联系了抖音平台 平台方面调查后 给出了回复 经过核实呢 这位用户在直播过程当中 确实存在言语中伤他人 低俗等等违规行为 也被大量的用户举报 所以平台依照网络社区自律公约 和主播行为规范 对这个账号进行了封禁处罚 如果对处罚结果有意义的主播 可以在APP内自行申诉 那我们平台也会酌情评估处理 在此也呼吁大家 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社区氛围 孟先生说 他想不起来直播过程中 具体哪些地方存在这些行为 但以后的直播中一定会注意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